Tito上有个名为 SoyMashaRook的账号 上传了这个诡异的视频 这是关于女子拍摄视频时 意外拍到诡异的东西 视频开始 当女子介绍自己住家的厨房时 突然有个影子 跑过一旁门的玻璃窗口 她立即叫丈夫前去查看 但丈夫没看见可疑的东西 过后便立即去拿钥匙开门 就在丈夫离开后 那影子就从门的玻璃窗偷看女子 女子发现后 影子就说了回去 她就像是跟你玩捉迷藏一样 之后他们打开门 却什么也没找到 由于那房间一直锁着 不会有人进去 而他们的小孩当时也不在 就有网友觉得 这影子应该是小孩的鬼魂 像类似的现象也曾发生过不少 但一般又有多少人会注意呢 你觉得这是真的吗 Youtube上有个名为 Akinvo Extinto的频道 他们是来自墨西哥的 灵异现象调查队 在2021年12月 上传了这个恐怖的视频 直到现在似乎都很平均 我去看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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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啊 那有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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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夜晚,他们来到一处废致的农场探索 由于周围没有灯光,他们只用手电筒照明 男子拿着仪器检测房间时,突然他身后传来东西倒下的声音 他和队友立即转身查看,他们发现地上有个小孩的玩具 正当他们困惑时,身后突然传来诡异的叫声 他们随后就查看,可能传出声音的地方 但他们什么也没发现 没有,他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 什么人 我去死了 一段时间后 他们来到类似仓库的地方 男子用手电筒照明 突然地上的东西 自己快速的移动 自己旁 他们见状 立即向前查看 能看到移动的东西 是小孩的书包 突然他们身后传来诡异的叫声 他们马上转身查看 但那地方 什么东西也没有 最后他们在农场里 发现一幅耶稣的画像 而诡异的叫声 又再次响起 他们于是决定结束探索 离开这怪异的农场 请不吝点赞订阅 Facebook上有个名为 Greg Goppach的账号 上传了这个诡异的视频 男子在自己的房子 安装了监控系统 不久后 他收到监控系统 传来的警报 于是他打开手机程序查看 能看到监控摄像头 对着一处客厅路口 突然路口出外的灯 自己关闭 接着那里传来了脚步声 然后就一个影子经过 男子以为防止净贼 于是马上报警 可警方调查后 并没有发现 有可疑的人入侵 这让人不禁猜想 那经过的影子 可能是鬼魂之类的超自然个体 男子的房子 不止发生一次这样的怪事 这让他决定搬家 接下来在另一个频道 Riman Egg 也上传了类似的视频 监控录像 能听到家中的警报声 突然响起 接着有一个模糊的影子 飘过门口处 这样奇怪的现象 真的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你是否家中的警报 也会无辜响起呢 有没有可能警报侦测到 你看不见的东西呢 YouTube上有个名为 The Dark Park Scary的频道 上传了这个恐怖的视频 监控录像 大家能看到 当时正熟悉的男子 突然被某样东西惊醒 接着男子像是被人抓着脚似的 身体悬浮在空中 男子奋力挣扎后 这诡异的情况才停止 之后他们就坐在床头 不敢入睡 生怕刚刚的情况 会再发生 在同一天晚上 男子房子外的监控摄像头 也拍摄到不寻常的画面 有个模糊的人影 突然出现在门外 之后又快速飘走了 这两个怪异的情况 不止诡异 更是让人感到恐惧 影片发布后 引发乐意 许多网民觉得 要是自己遭遇这样的情况 都会立即搬离这栋房子 那你又会怎么做呢 YouTube上有个名为 Milagros Guattalupe Estrada Pele的频道 上传了这个诡异的视频 Milagros Guattalupe Estrada Pele的频道 上传者描述到 视频中的情况 不是第一次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但是他是第一次拍摄到这样的情况 能看到镜头拍摄着 一个上锁的门 而门锁 竟然会自己移动 另一个名为 Joy Nike 12的频道 也上传了相同 并且也是第一次拍摄到的视频 男子叫他的朋友 一起去某个地方 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 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之后他们来到发生怪事的地点 男子将手机 放置在门口对面后 他们就从那门口离开了 在他们离开一段时间后 一旁的奔斗 就自己缓缓移动 截着倒下 随后门也自己关上 有网民回答说 这难道是家里住着恶魔吗 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看来不像是一般的鬼魂 更像是家里的主人一样 你觉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很多地方都有监控系统 主要都是防止罪案 但有拍摄到的犯人 并不是人类 而是超自然的个体 这些监控录像 从记录犯罪过程 变成了超自然存在的证据 这是好事 还是坏事 欢迎分享你的看法 订阅天马行空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